第五百四十八集 十二年丁亥公元两百零七年 春季二月曹操从淳于返回夜城 初五曹操上奏献帝并得到批准 封大功臣二十余人都为猎猴 有上表称赞万岁猴巡的功劳 三月为表彰巡在他原来猴国丰户的基础上 又增加一千户 还准备任命巡为三公 巡派巡忧恳切地表达自己的词让之意 先后达到十余次曹操才同意 曹操准备出兵征讨乌环 将领们都说 袁上只不过是个逃亡罪犯 乌环人贪得无厌而不念旧情 岂能受袁上利用 如今大军深入塞外征讨乌环 刘备必然劝说刘表 成须袭击许多 万一发生变化 事情就后悔不及了 国家说 您虽然威震天下 但乌环人 依仗距离遥远 一定不会事先防备 成其不备 突然袭击 可以一战告捷 况且 袁绍对这一地区的百姓 以及塞外的一族有恩德 而袁上兄弟 现在还活在世上 如今 姬 青 忧 并 四周的百姓 只是因为畏惧而服从我们 并没有受过我们的恩德 如果我们离开这里 而率军难争 袁上利用乌环的武力做资本 召集愿为恩主 孝死的部署 乌环人一动 四周的百姓 及一族都会纷纷响应 这会使他独动心 生出非分的打算 恐怕青州和冀州 就不会再在您的控制之下了 刘表不过是个 只会坐在那里发议论的人 他自知 才敢不能驾驭住刘备 重用刘备 则害怕控制不住 轻用则刘备 不为他所用 因此 即便我们调走全国 兵力远征 您也不必担忧 曹操听从了国家的意见 大军进发到异线 国家提议说 兵贵神速 如今远舍千里进行骑袭 资重太多的话 难以掌握先机 而且假如乌环人得到消息 必然加强戒备 不如留下资重 军队轻装以加倍的速度极尽 出其不义的进攻 其初 袁绍几次派使者到吴中县去赵田筹 又派人授予田筹将军的印信 让田筹招服所统不重 田筹都拒绝了 到曹操平定济州之后 何间人行对田筹说 黄金军起义以来也二十多年 天下动荡不定 百姓流离失所 如今听说曹公法令严明 百姓对战乱已经厌恶 乱到极点就会归于平静 请让我先去试探一下 于是行收拾行装返回家乡 田筹说 行是个先知先觉的人 曹操委任行为冀州从事 田筹愤恨乌桓人 经常杀害本郡著名的士大夫 想讨伐乌桓而力量不够 曹操派使者来征召田筹 田筹要他的部署赶快为他治理行装 部署说 从前袁绍仰慕您的声明 曾五次礼聘 您一直拒绝呀 如今曹操的使者一来 你就好像迫不及待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田筹笑着说 这就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了 他随同使者一起到曹操军中 被任命为令 随大军进驻吴中县 当时正赶上夏季 大雨不止 沿海一带泥泞难行 而且乌桓人还在交通要道 派兵把守 曹军受阻无法前进 曹操十分忧虑 就向田筹询问对策 田筹说 这条道路 每逢夏秋两季 常常积水 浅不能通车马 深不能载舟船 是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原来又北平郡府设在平刚 道路通过卢龙寨到达柳城 自从光武帝建吴以来 道路陷坏 无人行走 已将近两百年了 但仍留有道路的残疾可寻 现在乌桓人以为 吴中是我们大军的必经之路 大军不能前进 只好撤退 因此他们放松了戒备 如果我们默默地回军 却从卢龙寨口 越过白潭险走 进到他们没有设防的区域 路近而行动方便 攻其不备 可以不战而捉住踏毒 曹操说很好 于是率军从吴中撤退 在水边的路旁 留下一块大木牌 上面写着 现在夏季暑热 道路不通 且等到秋冬 再出兵逃伐 吴桓人的侦查骑兵 看到之后 当真以为曹军已经离去 曹操命令田仇 率领他的部众座向导 上徐吾山 凿川田谷 行进五百余里 经过白潭平岗 又穿越鲜卑部落的王庭 向东直直流程 距离两百余里时 乌桓人才知道 袁上 袁锡和踏毒 以及辽西禅宇 楼班 右北平禅宇 能臣抵制等 率领数万名骑兵 迎击曹军 八月 曹操登上白狼山 突然与乌桓军相遇 而乌桓军军力强盛 曹军车辆资重 都在后边 身披铠甲的将士很少 曹操左右的人都感到畏惧 曹操登高 看到乌桓军队不整 就纵兵攻击 派张辽为先锋 乌桓军队大乱 斩杀大独和各部落王爷级以下的乌桓首领 投降的胡人和汉人共有二十多万 辽东蝉鱼 苏蒲丸 与袁上袁西 投奔 辽东郡太守 公孙康 跟随他们的 还有数千名骑兵 有人劝曹操 城市追击 曹操说 我将使公孙康送来袁上袁西的人头 不必再劳实动众了 九月 曹操帅大军从柳城班师 公孙康想要杀死袁上袁西 作为对朝廷立下的功劳 于是先埋伏精兵在马厩中 然后请袁上袁西进来 他们还没来得及入座呢 公孙康叫出伏兵把他们捉住 于是斩杀了袁上袁西 连同肃扑完的人头 一起送给曹操 将领中有人问曹操 您已经退军了呀 而公孙康却把袁上袁西给杀了 这是为什么呀 曹操说 公孙康一向畏惧袁上袁西 我如果急功呢 他们就会合力抵抗 缓和呢 他们就会自相残杀 是形式是他们这样做的 曹操把袁上的头颅悬挂起来势众 号令三军 有敢于哭泣的 除斩 千招却独自设计 放声悲哭 曹操认为 他是忠于雇主的义士 推荐他为 冒财 当时天寒 又遇上大旱 两百里没有水 军队缺乏粮食 只好杀死几千匹战马 作为军量 挖地三十多章才见到水 竟然痴溢